你知不支持公民门槛下修至18岁 如果你认为不支持 你可以hashtag打Blue 如果你支持 请帮我hashtag打Red 这个是目前我们直播聊天室里面的观众 可以来进行投票的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刚刚讲的 已经剩下没有几国 维持这20岁公民权了 那除此之外 事实上你看还有很多国家 像奥地利像巴西 都已经改成16岁了 16岁就有公民权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已经差人家多少了 那大概就是说 这一个制度 事实上在应该是说1947年的时候定的 那当时说 这个公民权的是20岁 那他可能是超更早的一个民法12条 有完全行为能力的20岁规定 那那个民法的规定 已经90年了 那昨天在立法院的司法法治委员会 已经把民法12条 修整改为18岁 那并且已经完成这个院论 这个就是说 这个司法法治委员会的党本学要送出去 出委员会了 所以应该就是说 民法就会做相应的调整 在18岁没有投票权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 他经过两年 他的权力在这两年之中 你说他这两年没有投票 他会对他的一生造成怎样子无法抹灭的意义 我其实我比较难以想象 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 为了可以理解说这是一种世界潮流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蓝绿当中 我觉得我很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因为象征意义的法案的共识 这件事情 我的确觉得说 的确修宪它是个大工程 应该要去做 可是有很多民生议题的 或者是等等的议题 它不会是蓝绿的共识 而是先从18岁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要来考量到 最后的效益跟成本 那个效益叫做 我们会预估有60万的选票 是这个18到20岁之间 可是如果以2016年 他的投票率大约是65%的话 那大概有38万的选票会进到票轨 那如果真的38万的选票进到票轨之后 会对选情造成怎样子逆转性的影响吗 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 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时候 我可以完全理解它很重要 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政治人物 应该要去深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说18到20岁之间 因为他没票 所以我不重视年轻人 那同样的如果18岁以下 本来也不能投票 那我就不做儿少吗 或者是动物没有投票权 我就不做动保吗 我就不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说因为你没票 我就不为你发声 我觉得政治人物不是这个样子 但我觉得如果要让整个国家活化起来 确实让这个投票年龄下降是必要 只是我们要更明确的去告诉所有的选民 就像宏文说的 我们做这件事情 它的明确目标是什么 因为现在最麻烦是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在追求一件事 Pear Pear 对不对 这个大家只要票 那要票呢所以才会导致说为什么我们会往老人福利去倾斜 因为当我们的国家老人人口比例越越高啊 那他没有任何理由去取消他的投票权 自然而然政治人物就会去照顾这些老人人口 那大家看一个最简单的这种所谓的养老津贴 或者是尽老津贴的发放 每个县市都在比拼谁福利好啊 谁发得多 对但我今年我自己孩子还没一岁啊 我在高雄到现在领不到什么 出生领一万然后现在没了 我觉得真的很辛苦 可是为什么 因为我孩子不能有票啊 我们家三个人 我跟我老婆还有我孩子 可是我们只有两票 但是如果老人家的话 你给他一千块他就送你一票好不好 好啊 那这是我们今天 其实讨论这个修宪之余 我觉得刚刚宏文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是正同 但是我认为还是要加到18岁 这是绝对没有问题